那里头住的是 住的是 韩文秀 韩文秀 凤熙若皱了皱眉 目的反应过来了 这个韩文秀当年和楚玄林的弟弟是一对的 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韩文秀不是回宁安县的老宅去了吗 当年是回到了宁安县 可韩姑娘的病情越发的严重 实在是没有办法 韩家的人又求助王爷 让王爷帮忙找太医给他诊治 王爷就让人去将韩姑娘接了回来 送到这里来住 这么久 王爷一直在给他找大夫医治 太医也是找过的 只是都没有治好 那他今天是出了什么事 刚才王爷正准备和蓝侧妃一同去凤家的 谁知又暗卫来报 说韩姑娘上吊了 亏得被人发现的及时才救了下来 虽然苏醒了 可韩姑娘跟疯了似的 非要再去寻死 还说自己见到了二公子 我要进碧罗轩 王妃 你自己出门的时候 把王爷气得是够呛 王爷说了 等他办完事再去收拾你的 你现在突然要进去 属下不敢呢 胆小鬼 你怕什么 就说我挟持你的不就好了 王妃 你念在属下知无不达的情分上 就放过属下吧 属下还没娶媳妇呢 不想死 行行行 我不难为你 我自己找办法进去 你就当没看到就行了 哪里可以留进去比较容易 这 你要是不说 那你就带我进去 两个都不选 那我就只能对付你了 这话音刚落 风希若在他身上几处飞快地点了点 莫燕一愣 扑哧地笑出声 屁还接二连三地笑 王 王妃 你 你对属下做了什么 莫燕强忍着笑 可忍不住不放屁 点了你几个穴道 让你释放一下体内的一些气而已 当然了 你要是不想放 可以答应我刚才的其中一个要求 我会帮你的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 莫燕忍不住看了风希若一眼 这真的是以前的那个风希若吗 还是不肯的话 那你继续在这里放屁大笑 两个时辰就能自动缓解 莫燕欲哭无泪 为什么要让他这个时刻 为什么风希若 打又打不过 真是丢人现眼 咬紧牙关 莫燕又连着放了几个屁 那天有一道后门没有人受着 谢喽 谢谢大家